哈喽大家好,我是仙儿 台中市的凡泰口罩公司呢 从明天起12月3号 会开始卖这个可爱的圣诞口罩 那所得的10%呢 会捐给玛丽亚基金会 那欢迎大家一起购买做公益哦 一转眼就到岁末的12月 也马上就要过圣诞节了 位在台中市南屯区文山里的凡泰口罩公司 目前彰化工厂生产优质医疗用口罩 为了打造浓浓液蛋气息 让戴口罩也带来欢乐过节气氛 凡泰口罩从12月3号开始 推出六种不同图案的液蛋结口罩 活动到12月25号为止 所得的10%将捐给玛丽亚基金会 2020年12月2号中午 玛丽亚基金会爱心家园的院童们 还特别戴上了这些活泼可爱的口罩 呈现出浓浓圣诞节的欢乐氛围 今天非常感谢凡泰的李董事长 还有我们的谢里长 那一直长期都支持玛丽亚基金会 那尤其现在12月 刚好全球的疫情一直都没有减缓 那整个口罩的用量 在内部的医护团队里面 他本来就是一个 真的很戒备的一个状态 所以非常感谢他们 那今天我也很感谢李董事长 给我一个创意 他今天看到我们 玛丽亚青年送他的一个快乐袜 也是刚好我们在圣诞节的档期 也刚好跟李董事长的这个 疫卖活动 很恰巧的 很有缘分的 我们就凑在一起做疫卖 其实凡泰口罩公司 一个多月前 才在彰化绣水工厂 举办疫卖活动 总经理李国玉今天又在台中市西区 公管理里长谢锡红的陪同下 且往台中市玛丽亚爱心家园 亲自表达对于玛丽亚基金会 弱势怨同的关心 也希望有更多人能够共襄盛举 一起做爱心 因为凡泰的总公司是坐落在蓝屯区 所以是透过里长的介绍 到建立到玛丽亚来 那我们刚刚看到玛丽亚这边 也做得对肾脏的孩童 做得很好的照顾 那所以凡泰这次的疫卖 就是说从明天开始 到12月25号 我们提拨这6款圣诞款 10%的营业额来捐给玛丽亚 首先感谢凡泰的李总 这么有爱心 抛专丽亚来做这些 因为玛丽亚基金会在我们的理念 我们需要很多人的爱心帮助 在此感谢凡泰李总经理 来帮忙玛丽亚基金会 做弱势团体 另外玛丽亚基金会也表示 为了能够帮助身心障碍的青年创业 目前推出玛丽妈妈快乐袜品牌 希望筹措到更多的经费 帮助社会上真正需要帮助的人 凡泰口罩公司总经理李国玉 也掏出身上2万块现金购买支持 让现场洋溢双倍的温暖 记者陈文旭 卓轩儿台中报导 大家喜欢圣诞现在 ãy subscribe cho kênh La La School Để không bỏ lỡ những video hấp dẫn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